从前有三个游侠 他们行走江湖 哈哈 这个电视节目真好看 不过半拉这几天咋回事啊 从考试回来之后 就没有搭理过老豆子一次 一直在吃着她的烤鸡 这几天啊 豆子可是操碎了心 一直心系着半拉 神圣的烤鸡 就在这几天啊 半拉竟然一只烤鸡都没有给过我 哎呀 天天给我吃土的胡萝卜大餐 小伙伴们看看呀 老豆子现在是不是缩水了几圈啊 最最过分的是 那天烤完是啊 半拉跑到零食店里面买好吃的 点了一份不要烤 不要鸡的烤鸡 嗯 这存心欺我的吧 哎 对了 今天是出成绩的时候了 半拉现在都不理我 那我就不告诉她 嘿嘿 谢谢她不给我吃烤鸡的 让我眼馋的 这么久了半拉还没有过来 不会是真的忘记了吧 算了算了 等一下呀 我帮半拉拿一下成绩单吧 谁叫我是这么聪明可爱 善解人意的豆子呢 嗯 说不定到时候半拉感动得痛哭流涕 给土豆来块烤鸡呢 哎 半拉 你来了 土豆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今天要拿成绩单 害得我差点就忘了 啊 对不起对不起 我以为你以后都不要理我了呢 哎 老师来了 看老师一上来就很生气的样子 看来啊 这次班级的成绩有些不太理想啊 当我了 有点紧张啊 也不知道我考了多少分 哈哈 成绩还是可以的 都是九十多分 嗯 老师怎么对半拉生气啊 看看半拉的成绩怎么样吧 语文五十九分 数学九十五分 数学挺高的嘛 比老豆子都高 土豆 你揉了个小数点 哦 啥子 九点五分 怪不得老师会生气 哎 好半拉来了 不然我要是把成绩单给呆过去 别说烤鸡了 估计两个土豆 胡萝卜大栅都没有了 啊 半拉 你竟然跟老师说我作弊 老师 我没作弊 那张纸条是我来提醒自己 不能作弊的 不信你看 哎 半拉 你去哪呀 等等我呀 半拉 你误会我了 给你看看那张纸条吧 那张纸条不是作弊的 原来是这样啊 对不起老土豆 是我错怪你了 那 这一次是不是有烤鸡吃了呀 对不起老板 小会